此前因为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禁运 日本部分通信运营商暂缓了华为新机型的发售计划 进入到8月以来 多家日本通信运营商陆续宣布将重启发售华为的新款机型 现在我所在的是日本东京色谷车站附近的一家手机卖场前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家店铺内 多个手机运营商的柜台上都已经摆出了华为的新款机型 那么我们刚才也是联系到了华为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 他也告诉我们有四家日本的运营商重启了华为新机型的发售 重启发售的通信运营商中 既有日本三大运营商中的KDDI和软银公司 也有廉价移动通信运营商乐天移动 此前日本三大运营商原计划于5月发售华为新机型 但之后发布声明称 考虑到华为被美国政府限制 可能无法使用部分谷歌应用程序 因此暂停发售 华为从2005年开始进军日本市场 在消费者能自由选择通信运营商的无锁版智能手机领域 华为掌握日本国内份额的33%排在首位 実際は価格面と機器のパフォーマンス重視というユーザーの方もい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なので自分的には全然日本でバンバンファーウェイ売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参加者数不消费者是最高的 私たちは自分的不消费者自身亡计划